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首先关注的是中国足坛的反独风暴 昨天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负责人 首次披露足球打假案件 本台记者随后独家专访了国家体育总局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 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 作为上任十个月的足协当家人 南勇和中国足协已经被这场反独风暴 推上了风口浪尖 fic behand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